今天由知秋为您带来2月14号的环球军情榜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颗星的新闻 美国空军杂志2月9号称 一名美国空军少将在2022年核威慑峰会上透露 在下一代隐形轰炸机B-21项目上 美空军正在建造多达6架原型机 预计可在今年实现首飞 他还表示B-21能够携带核弹头和常规武器 将取代现役B-2和B-1B战略轰炸机 成为美国空军穿透所谓反介入区域巨址区域的主力武器 再来关注两颗星的新闻 据法媒2月10号报道 印尼与法国就订购42架阵风战机达成协议 合同总价值81亿美元 就在同日 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印尼出售包括36架F-15型战机在内 总价值139亿美元的军备 不过尽管美方做出了批准出售的决定 但印尼也没有说自己一定要买 再来关注三颗星的新闻 据英国卫报2月10号报道 英国情报部门军情六处前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 日前在一档对话节目中证实 位于澳大利亚中部的松树霞监听基地 对于西方搜集有关中国活动的情报至关重要 把曾经讳莫如深的事情如此堂而皇之地摆到公众面前 属实有点耐人雄伪了 再来关注四颗星的新闻 塔斯社2月13号援引俄国防部消息称 12号在俄太平洋舰队例行演习期间 美国海军弗吉尼亚集合潜艇 出现在千岛群岛附近的俄罗斯林海水域 俄方对潜艇采取适当措施后 美国潜艇全速势力 美军发言人12号确认美军确实在国际水域 进行了飞行航行作业 但否认开展军事行动 敏感时刻 美对俄挑衅持续升级 相信俄方也不会任由美方肆意妄为 最后来关注五颗星的新闻 据岛内媒体报道 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 2月12号炒作称 台湾地区正在密切关注 解放军是否在西方国家 忙于应对东欧局势之际 对台发动攻击 并呼吁目前在乌克兰的岛内民众 应紧速离开乌克兰 乌克兰局势紧张之际 远在世界另一头的台军 也要刷一波存在感 炒作所谓乌克兰局势 联动台海局势 但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 解放军绝不只是说说而已 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军情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